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亲朋观察 习近平被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三中全会让世界失望 原因找到了 习近平暗示将连任第四任期 中国央行再次咬牙降息 中国银行业的金融危机越来越近了 首先请大家在评论区 关注我的YouTube新频道 以及干净世界频道来收看 更多精彩分享 谢谢 那中共的老朋友们是越来越不好糊弄了 最近又有一个著名的老朋友 看起来和党离心离德了 7月23号彭博社撰文称 外国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发现 习近平变了 在他执政的第一个十年里 中国政策致敬者们 还能近期与这些外国 以及中国本土的专家 进行热烈的讨论 然而自从去年三月 习近平加冕第三任期后 这种坦诚的交流就很少见了 国际专家们不仅和 中共高级官员们一起坐下来 很困难 甚至即使开会 也缺乏前几年那种有意义的辩论 有时候呢 他们甚至无法判断自己的建议 是不是得到了重视 因为中共官员 大部分时间都在那点头 并且呢 拿着这个小本本在那做笔记 那个场面呢 就让我想起朝鲜 看起来都很认真 但是没人知道 他们是不是真心在心 因此 著名经济学家 摩根斯坦利的前 亚洲区的总裁 斯蒂芬罗奇很郁闷 他说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 罗奇呢很怀念中共前央行的行长周小川 2015年那会儿呢 周小川经常在午餐 小转衣背后 和西方银行经济学家们谈笑风声唱作预言 周小川是英语流利 担任央行行长超过15年 每隔几个季度他就会和海外分析师交流 并且借此为中共领导人提供不同观点 而现代 那习近平呢不仅排斥外国的经济学家 中国的经济学家 刘鹤 李克强 这样的人呢 也都是靠边站了 习近平他只信任小圈子里的人 那想给他转述 经济学家们看法的官员都是战战兢兢 因为呢这个就很容易被认为说是干扰习近平从上而往下传达信息 是一种呢 噪音 就在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在此坚持了他自己的计划 要靠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动中国高达17万亿美元的经济 他呢还驳斥了经济学家们给中共的意见 要更关注消费者信心 实现了经济的平衡增长 那这个也反映了习近平和经济学家们 对中国经济看法的巨大的分歧 习近平喜欢新三样 那建东西车 太阳能建翅板等等 而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 以及呢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外国官员呢 却认为如果不能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 中国消费者呢就不会增加支出 但是习近平拒绝通过直接拨款刺激消费 中共当局呢也坚持的避免呢 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习近平还以国家安全为优先事项 投入480亿美元的芯片大基金 确保在美国切断供应之后 中国企业仍然能够生产出呢高端的芯片 不知道罗奇呢给习近平这个讽刺性的称号 会不会让他再次受到中共的冷遇或者是警告 那也许呢他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近年2月曾经是中国概念大好友的罗奇 就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在本土政治 中国经济以及中美关系转叉等印度的加急下 香港已经玩完 Hong Kong is over 并且估计中共当局推出的救世的措施 也难以挽救香港经济 罗奇呢还表示香港曾经是他会称为家的地方 但是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被中共折押之后 他表示不会再踏足香港 从一个对中国感到乐观的人变得是态度谨慎了 这篇文章呢在世界上引发了渲染大波 也让中共恼羞成怒 不过呢中共还是邀请罗奇参加了习近平亲自出席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但是4月初 罗奇就对媒体透露 上个月他在北京出席论坛时 言论受到了审查 不获准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 作为经济学家 罗奇已经是连续24年 参与这一高规格的竞争论坛 是参与时间最长的外国代表之一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 像罗奇这样的中共的老朋友 已经有几位最近几年和中共翻脸了 比如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 桥水创办人达里奥 最近两年呢 就多次批评中共 比如去年他猛批中共治理 更加独裁专制 今年他又警告 中国面临一场百年一遇的大风暴 急需解决债务问题 否则就可能会像日本那样 经历失去的十年 实际上了这次中共三中全会之后 不仅中国股市用脚投了票 国际媒体也纷纷地表示不看好 从7月21号中共发布三中全会决定之后 沪深300指数连续下跌 7月23日遭遇6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抛售 7月24日再次收跌0.6% 累计跌幅超过了3% 为1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 7月25日上证指数跌破2900点 收盘2886.74点 创业版指数呢 下跌0.39% 和中共关系密切的海外媒体呢 都评论说 这是因为市场对这次会议的结果 很失望 更多的国际媒体则认为呢 三中全会是三无 面对经济困境无对策 口口声称要改革 但是无真正行动 无期望 比如呢 纽约时报称 三中全会决定 未提出解决经济具体问题方案 华尔街日报呢 也称三中全会公报 坦言经济面临威胁 但未释出改变路线 还说呢 习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层官员 罕见的承认经济面临的问题 然而 他们并未暗示 将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美国的经济学家 得投稿 英文大纪元称 三中全会空洞无误 中国经济前景暗淡 以上呢 是 不对策 那曾经担任中国政府官员 现任呢 史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制度研究中心的 高级研究员的 吴国光先生呢 则撰文称 改革改革 股市下街 这就是中国民众对于习近平改革的真心的解读 三中全会的决定洋洋洒洒 两万余眼 改革一词出现了五十多次 为什么还带来这个结果呢 是因为实际上搞的是假改革 是离鬼式改革 离鬼冒通李奎 是因为借此名号 可以增强自己打架 劫舍的能力 其实呢 在我来看 就是中共自己呢 清楚到底呢 是不是真改革 最典型的证据就是 新华社呢 发了特稿 改革加习近平 洋洋洒洒一万多次 最后呢 却被删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就是高级 黑玩砸了 所以呢 后来习近平就变得极其的低调 公告出来 只出现了六次 那至于呢 说无希望 也很好理解 面对中的经济困境 中共当局没有对策 或者蜻蜓点水 杯水车薪式的应对 那对于各界呼吁了大部分的投资 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无动于衷 怎么可能有希望呢 所以呢 路透社评论称 国家主导增长 安全和创新 收紧大部分的经济控制 华尔街日报呢 还认为说 中国经济陷入泥潭 而习近平专注于其他药物 法国世界报得发表社论称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显示 中国将关上大门 那习近平在忙什么呢 三中全会暴露出了他的一个秘密 暗示他将连任第四任期 中共画出了新化改革 中国是现代化的路线图 宣称将在2029年实现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国目标 而根据呢 以往的这个论述 通常会以2035年为节点 那这个改动有什么秘密呢 那德国之声的分析就认为说 习近平在2022年 开启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 并且将于2027时届满 那目标呢 日期设定在2029年 中间隐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到时候习近平可能还在位 他在铺这个梗 其实呢他还有第四任期 所以呢大家认为说是中共变了 还是老朋友们变了呢 习近平能够有第四任期吗 那本周呢 短短四千之内 中国央行是连续两次意外的降息了 其中周一贷款利率一年期LPR和五年期以上 分别比六月份下调了十个基点 这是呢中共央行时隔四个月再次降息 那上次降息是在二月份 仅仅隔了三天 中共央行再次降息 将一年期的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 从2.5%下调至了2.3% 那两次降息 官方都宣称是要放松货币政策 来呢支持疲软的国内经济 但实际上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7月1号 中共央行当时一纸公告宣布 要向部分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 开展国债介入工作 当时呢不少人说 这是中国要实行无毛印钞了 我当时呢就说真实原因是 中共国债出问题了 那中国的房地产等纷纷的爆雷 投资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货 够达250多亿的存款无处投资 于是呢纷纷的涌入了国债市场 结果国债价格被大大的哄抬了起来 特别是长期国债 10年期和30年期价格是不断增加 但是这就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国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 国债的价格越低那意味着呢收益率越高 而价格越高的意味着收益率越低 而国债收益率就是呢央行的长期的利率 一旦呢大幅的变动或者是倒挂 可能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那美国的硅谷银行倒闭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呢中国央行才急了 要介入呢国债抛售打压国债的价格 也就是呢拉升国债的收益率提高央行的长期的利率 可是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那没有 那大家看看呢这张这个国债收益率曲线图 一年前到现在一个月前呢到现在收益率在下降 为什么呢 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在恶化 资产情况在恶化 央行呢无论如何下股 还是有很多钱 它就要买国债拉高国债的价格 就逼着呢中共央行是继续的降低利率 这个呢就是中共央行连续两次降息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然可能就会有人问说降低利率就降低利率呗 那日本呢不也一度是变成了零利率长达十几年吗 但是请大家注意就是中国的银行业现在还有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呢银行它主要是靠利率差来呢抵消经营成本 平衡掉坏账最后呢太挣钱 如果是利率差太低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那就是呢银行要赔钱甚至要倒闭 而现在就到了呢危机要爆发的时候了 由于呢房地产危机和中国经济是持续恶化 那么中国银行业真实的坏账率在持续的上升 所以银行存贷款利差已经是无法抵消经营成本和坏账了 那今年的4月高盛高华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方峰雷就表示 在新冠病毒那又名了中共病毒大流行之后 中国呢已经进入了危险的三角区域 房地产陷入了困境 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 超过3000多家的小型银行已经是技术性破产 那高盛的数据呢显示说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75%的金融债务由银行持有 房市低迷可能导致超过约 1.2万亿的损失浮出水面 财务摧弱的中小银行可能陷入资本不足 实际上呢中国金融业的朋友呢还告诉我 中国大型银行和上市股份制的银行 有的也出了问题 只是呢都选择是密不发丧 用各种方法在掩盖 只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和经济危机继续发展 这种掩盖会到什么时候呢 好了我们今天要分享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订阅我的新频道 让我们继续深度透视中国和世界的实证与经济真相 感谢您的观众